拿納稅人的錢去搞政商關係 這種官商奮起 你難道堆得起嗎 會不會太離譜了 沒有 我在罵柯文哲 這次有什麼好講的 你華國商質詢別人 一大堆人吃頓飯 而且對方也沒什麼爭議不爭議的 就是一個廠商而已 就說你就是官商奮起 你抗政府的開 拿納稅人的錢做你的官商工錢 結果呢 減蘇培報 民眾黨揪台志光吃飯 哥文哲說 吃個飯有什麼問題嗎 會太雙表 這個是這樣啦 因為我們之前有看過 黃國昌這種連連看的邏輯 對啊 他老是說什麼吃飯怎樣怎樣 他對著孔明星就說 你五年前有沒有跟誰吃過飯 我最好記得我五年前 這一題都答不出來 你答不出來我們怎麼往下走 你有沒有去嘛 你有沒有去嘛 就是這樣嘛 一直講一講嘛 那等一下剛剛看那個影片 請那個線上的朋友 把那個左邊那個孔明星 換成柯文哲 柯文哲 換成柯文哲 我會 我會 來來來來 導播來來來來 這個如果換成柯文哲對不對 黃國昌先上來會這樣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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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先謝謝主席 還會搖嘴唇 然後對對對 然後還有楊衛生 主席 一般二十萬我繳了 然後再來就問 主席 請問有沒有吃台智光 有有有 有吃飯嗎 沒事嘛 吃個飯不算什麼啦 其實我們是這樣啦 我們想說奇怪柯文哲 你這麼討厭台智光 然後又說這是議會勾結財團 對啊 那問題是你那八年的任內 這個故事是這樣 你八年的任內 陳聰吻沒有跟你講過台智光 我們當時這樣問了嘛 陳 你有沒有跟陳聰吻吃飯嘛 你跟陳聰吻吃飯 陳聰吻有沒有跟你講過台智光的事嘛 對 這你就回答就好 你跟陳聰吻吃飯很正常啊 一個市長跟很多黨的議員吃飯 這都很正常 那我只問你說陳聰吻 有沒有跟你講過台智光 後來我們又追問了一句說奇怪咧 當時你當市長的時候 民眾黨有兩個市議員 一個叫黃珊珊 一個叫林國成 對 這兩個人從頭到尾沒有對台智光 講過一個字 一句話 是 後來我又想到說不對啊 最近這兩年 去年 去年民眾黨有四個市議員 黃聖吻是從小就跟在他旁邊 林聰吻也是林國成 就跟在旁邊的 對 然後這個還有張志豪嘛 對啊 陳宥辰是跟在黃山上旁邊的 他怎麼會不知道台智光 這頓飯不能吃 不是 他們一定要知道柯文哲 那麼討厭台智光嘛 是 沒錯吧 那你們四個在去年議會的三百六十五天 沒有任何一分鐘講台智光 是 你老闆 切台智光 切成這樣 你都沒有賺錢的時候 看到怎麼處理一下 都沒有 好 所以我們就問說 欸 你們四個人都沒有在問 你們四個人有沒有任何一個人 一個人就好 跟台智光 跟台智光相關的人 那就是這樣說 跟台智光和台智光相關的人 吃過飯 連連看 連連連起來了 我們只是這樣問 我們是問嘛 對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隔天 人家去問柯文哲 柯文哲都想起說 我也有跟蔡英文吃飯啊 然後去問那四個議員 那四個議員說 我們不隨之其武 不隨之其武 我們不予評論 話說到這樣就結束了嘛 大家聽就聽了嘛 他們說我們不評論 這個什麼什麼 這樣不隨之其武 結果就做一個民眾 看到電視說 我問這個 說王一川有問對不對 深喉嚨 真的靠有剪蘇培 為什麼不打給王一川 因為他沒辦法電話 剪蘇培就爆了 他有私訊 搶救王一川粉專 我忘了看 所以柯文哲 黃國昌你不要誤會我 我並沒有說你們有吃飯 但是呢 我也沒有說你們 有討論這個事情 但是你們自己 你們的答案 都大家懷疑說 你們好像真的有這件事 才讓這個深喉嚨跳出來嘛 所以我再講一遍 我沒有說你們有吃飯 我也沒有說你們有討論這個事情 是你們自己心裡覺得說 王一川好像有什麼 然後人家深喉嚨 一根剪蘇培講完 今天柯文哲又受訪 對 問到這一題 柯文哲說 然後呢 然後呢 查出來 你們不會比我們少啦 潑紅潑潑髒水 民進黨不會比我們少啦 所以是我們有 所以我們有嘛 對 就柯文哲的邏輯就說 然後呢 民進黨不會查出來 民進黨不會比我們少啦 表示他也有 這才是重要 沒有啦 柯文哲吃飯沒要緊 真的 對 吃飯沒要緊 因為當時吃飯是你遇到別人遇到 坐一桌 當時朋友帶朋友來 來換一塊的台智光 快來走 這樣就好 是 看了台智光手 點點點 點點點點 趕快來走 這樣就好 你們 你們可能也遇到 原來你是台智光啊 這樣子 我跟你講吃飯都沒關係 但是你們從頭到尾看起來心虛的樣子 人家就知道這裡頭一定給我貓膩 對 我今天要問這個蘇美議員 這個料其實坦白講啦 這個殺傷性不大 侮辱性極強 因為你下個爆的料 這個這個這個下個爆的料 這個柯文哲核定的公文 這個殺傷力才大 可是這個侮辱性極強 你的爆料其實有幾件事嘛 是立委就議員嘛 對 議員就四格很好猜嘛 是 哪一個立委 哪一個立委 男的女的 哪一個 像陳昭之這種不可能吧 他連廁所 立法院廁所 東西南北都搞不清楚 不可能嘛 有可能的是幾個嘛 要邦國 five Ttoc Ttoc 對啊 夜市 對啊 第一個啦 黃國昌嘛 可是看起來黃國昌跟這是從頭到尾沒關係嘛 對不對 再來就是黃三三嘛對不對 再來就是林國成嘛 就這三個人嘛 ,對不對 那黃珊珊被我們拉掉了嘛 那就是 那個黃國昌被我們拉掉嘛 所以黃珊珊跟林國成 原來這是一個爸爸求女兒吃飯的故事嘛 也許就是這個樣子 支付金節大餐 我們搞錯了啦 對啊 這個長輩找晚輩吃飯 理所當然嘛 媽媽找女兒吃飯也很正常啊 那為什麼遮遮掩掩 就是家庭聚餐嘛 拍照照打卡上班啊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剛好台志光來嘛 阿修渡嘛 中奏槽嘛 對嘛 換個名片嘛 換一換嘛 就是這樣子而已嘛 光光 如果沒有見不得人 為什麼不敢公開承認 對 這是第一點 對 這是第一點 對啊 第二點 柯文哲如果 那如果不是 要穿吃飯都公開的 對 那如果不是這種單純的 不是這種單純的吃飯 就不能 不能隨便講 對 一定要先託別人下誠 先託別人 沒有比 一定要講說 先跟說 我跟蔡英文 吃過飯 對 然後歪樓 再來第二個是說 查出來也不會比你們民進黨多 對 一定是我有 才不會比民進黨 對 但民進黨有沒有比你多 不知道 但我現在要問 那你是不是真的 有沒有嗎 是嗎 柯文哲講清楚嗎 有後沒有一句話嗎 你八年任內在這些事情爆發的時候你說什麼 你說你忍了這個廠商忍了八年 而且怪怪的 這個財團勾結議會議員 謀取國家財產要予以公布 就是這張 是不是 就是這邊 對 大家都 我想每一個人手機都應該有這一張 我懂了 我懂了 我忍了八年 終於可以跟他當好朋友了 我忍了八年 終於有議員可以跟他們手牽手了嗎 跟他調朋友了 是嗎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有 就如一川大哥所說的 我們有時候在地方會遇到什麼人 議員在餐廳 在公共場合會遇到什麼人不曉得 莫名其妙有一個人拿一個名片給你說 我有做什麼政府的標案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如果沒有什麼 那你為什麼不敢說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這個廠商你真的這麼討厭 真的是有人主揪 而且是跟這個廠商會面的話 那你柯文哲到底知不知道 你柯文哲到底同不同意 另外 黃國昌如果真的是立委主揪的話 那民眾黨在黨團裡面 有沒有討論過這件事情 是 民眾黨有沒有討論過 啊黃國昌老師 太離譜了 太離譜了 你要不要拿出你質詢 狗明星的道德勇氣 直問一下柯文哲嘛 是嗎 而且你們黨團會議 柯文哲不是都會在 對啊 柯文哲不是都會在 柯文哲說不會查出來 不會比你們民進黨少 你們問他說 那你們到底有沒有嘛 你們同不同意嘛 黃國昌還說 台志光是垃圾廠商 對 是不是 對 你們議員跟垃圾廠商吃飯 跟垃圾吃飯的是什麼 什麼衛生 對 這樣太不衛生了啦 再查了啦 再查了嗎 要不要查清楚啦 要查清楚啦 然後這一件事情 我覺得黃一山 要負起完全的責任 就是我啦 因為如果沒有他 就不會有生喉嚨打電話給我 所以我覺得生喉嚨 其實要打電話給他 不小心誤撥到我的電話 啊我那天都那麼剛好 跟他一起開記者會 對 所以他跟我說 這件事情要繼續查 是 然後餐廳 還有包含 是不是有什麼什麼 什麼小禮物什麼的 要議員繼續努力查下去 對 但議員的轄區就在議會而已 是 我們還是要請那個執行長 幫忙全民繼續努力 沒有這個國昌老師 國昌老師在查了啦 是 國昌老師查了 他一定會查的 馬上就開直播了 聽報 國昌老師的道德勇氣 太高了 標準 這哪有可能沒查 這一定查的 一定查的 而且有可能會查到柯文哲 查到那四個議員 而且黃國昌 這個一定會什麼 就是說要帶自己的人 他也不會手軟的 所以這個案子 大家再給國昌老師一點時間 給他一點時間 可能今天影韌就開始查 明天在早上就會公布了 不過這個事情我再補充一點 他們吃飯的時間有在講 然後好像是在二月 因為二月一號就任嘛 二月一號就任 二月的時間 已經是以立委的身份 大家想想看 我們那個時候 剛好是預算吵得 備費騰騰的時候 臨時會 之前 這個台志光還發了一個文 在二月二十號嗆說 要給台北市政府的警察局斷訊 都是在二月 對 都是在二月的時候 那如果真的在二月吃飯 到底台志光有沒有跟 民眾黨的議員談起要斷訊 是 談起費率的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吃飯的重點 對 吃飯沒什麼重點 到底如果真的有吃 到底在會議上面 台志光跟這些民眾黨的議員 是不是有談到費率 這是我們所說的 對